第十五集 正在这时 刚刚还晴朗的天转瞬变阴了 风气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 雪花和风吹落的几半蜡霉 轻巧地落在了燕云芝的尖头 这样的画面 配着燕云芝弹奏出的这样的乐声 简直让人惊为天然 燕云芝啊燕云芝 桑齐突兀地想起了一首诗里的句子 泥为依稀风为马 云芝君心纷纷而来下 难道是因为觉得燕云芝像从天上来的仙人吗 桑齐摇摇头让自己清醒点 别扯 就燕云芝那性子 还神仙呢 魔鬼还差不多 那边燕云芝似乎性质正浓 还没谈完 桑齐趁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乐声上时 悄然起身离开 闹无目的地向庭院深处走去 心情如同这天气一样 突然变得阴霾 这首歌谣 让他想起不知何时才能见到的草原 不知何时才能在自由驰骋的天地间 永远也无法再相见的那些往日和故人 情绪少有的低落 桑齐自己都不知道就这样把玩手中的草叶呆坐了多久 直到一阵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才恍惚回过神来看向来人 又是燕云芝 难得的两人独处的机会 桑齐此时却不想送荷包 也不想求拜师 只看了他一眼 便又转回了头 这倒让燕云芝有点意外 信不走到离桑齐不远处也坐了下来 侧眸看看他低垂的眉眼好奇地说 原来桑儿小姐也有伤感抑郁的时候 不开口还好 一说话就叫人活大 桑齐翻了个白眼说道 当然会 人人都有高骨和低骨好吧 我又不是没心没肺的傻子 严霸叹了口气 伍冲道 我真是个懵懂舞者的傻子倒好 哦 燕云芝长眉微扬 觉得这句话有几分耐人寻味 追问了句 此话怎讲 冥冥早就决定了 不会对人提起的事 大概是因为此时的心灵 打开了脆弱的缺口 又碰巧燕云芝的声线 听起来那么温良可靠 桑齐竟然生出了倾诉的欲望 她稍加犹豫后 长叹一声 讲起了有关这首歌谣的故事 唉 如你所见 我完全没有音韵天分 情谈的乱七八糟 歌唱的也不好 却只有这首歌谣赖数于心 因为小时候 姐姐教了我很多遍 关于桑家的情况 燕云芝略有耳闻 据说大司马桑威 先后娶过两任妻子 原配邵氏 曾随她四处征战 常年担忧操劳 年纪轻轻便因病辞世 留下一子一女 数年后迎娶的续贤赵氏 也就是桑齐的生母 多年无所出后 终于怀上一女 却在诞下她时难产而亡 同年邵氏留下的长子 战死沙场 于是有了桑将军乃天煞孤星 命中福伯 克妻克子的说法 不知是因为这个说法 导致没有人敢嫁给她 还是她自己连失所爱 不想再承受这般痛苦 总之后来桑薇一直没有再娶 家中便只有桑琪 和年长期十岁的姐姐 桑依这两个女儿 想必对于桑琪来说 桑依既是长姐 又扮演了母亲的角色 是她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人 后来姐姐进宫做了后飞 离开西北 却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知道 桑琪说到这儿顿了顿 虽然表情未变 声音却带了哽咽 知道她也此事 燕云之问 桑琪默默点了点头 宫里告诉父亲的理由 是姐姐重病不治 可真相并非如此 在姐姐的死讯传来后不久 我收到一封她指名寄给我的家书 里面写着对我的嘱咐 和她真正的死因 又顿了顿 叹息道 姐姐是自杀 燕云之略显惊讶地挑了挑眉 桑琪将事情的始末说了个大概 这一切还要追溯到桑依嫁入宫廷之前 当年桑威风头正盛 已有功高盖主之事 惹来了不少猜忌 远比现在更甚 朝中有传闻称她坐拥重兵 抑郁在西北自立称王 皇帝寝食难安 甚是担忧 听说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可战事正在紧要关头 桑威并不想让自己父辈受敌 既要应付敌人又要应付朝廷的怀疑 于是权衡利弊后 将爱女桑依送进了宫 供皇帝牵制自己 就这样 桑依作为众志牺牲的筹码 踏上了不归之路 成了后妃 按照父亲的意愿帮助其摆脱困境 为此 她舍弃了自己放心不下的妹妹 相许终生的恋人 只能在花红柳绿的后宫中 成为群方之一 过着自己并不想要的 躯翼逢迎的生活 两年后 桑威收复西招 从边陲撤兵 将自己的势力散去一部分 这股猜忌风波才逐渐淡去 桑依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趁着一次风寒 悄无声息地 结束了了无声去的人生 临死前 她将自己的心事血泪一一记录下来 交给了心爱的妹妹 至少要向一个人传达事情的真相 以及她的委屈 她的不甘 桑依在信中说 我不恨父亲 她也有她的无可奈何 可我遵御这个世界 遵御这靠着涟漪维系起来的铃鱼纽带 却然看得与精英珠宝无遗 并又无情 那年收到家书的桑齐才只有十岁 勉勉强强能够看懂 被姐姐传达出的情绪里那份厚重的压抑 破得透不过气来 从此无法释怀 燕云芝听罢 面上浮现一丝笑意 温生问 所以你才拒绝了所有找上门去的提亲 放话说 自己的婚事自己做主 嗯 桑齐做久了 伸伸胳膊和腿 重重点头 对 谁说的都不算 只有我自己可以决定 嫁给一个真心喜欢我的人 不再重蹈命运的覆辙 不再做任何人任何事的牺牲品 至少要代替姐姐弥补遗憾 自由地活